這樣真的很容易產生毒氣 所以請不要拿漂白水來噴人 有毒有毒真的有毒 哈囉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個真的比較嚴肅的話題 就是關於消毒液跟乾洗手 武漢肺炎現在真的是肆虐全球 包括我所在的美國現在有非常多城市 已經是一個半封城的狀態 那可能在這個恐慌的狀態下 大家就會想要盡可能消毒一切 但是我覺得大家必須要記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謂試藥三分毒 更何況這些所謂的消毒產品或是殺菌產品 有的時候都是有很強烈的毒性的 殺死病毒跟殺死你真的只有一線之隔 比方說最近美國有一個人呢 因為吞心一些網路謠言 居然還吃了魚缸清潔劑而死掉 那因為現在有一些朋友會問我關於消毒液的嘗試 上網查了一下就會發現現在真的非常多胡說八道 所以我今天的目標呢 是想要讓大家盡可能的安全的使用這些消毒液 那麼因為今天的內容呢真的是比較多比較難 所以如果你只想要聽結論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結論就是洗手是最有效的 再來排名第二名的是酒精 有效又安全 那麼我們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 那麼首先呢 市面上所有的消毒液跟乾洗手 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種不同的類別 這個表格等一下會一直不斷的出現 但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可以在這邊按一下暫停 看一下你手頭上的各種消毒液大概是什麼類型 那麼我今天呢會先解釋這三種消毒液 各自的消毒原理 然後我會在後面再加上說實用上 安全上你應該要注意什麼事情 首先第一種呢 是氧化還原型 這個包括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次氯酸啊 漂白水啊 大致上都屬於這個類別 再來第二個類別呢是酒精跟一柄醇 這個類別呢也是絕大部分的乾洗手在用的 那麼第三個類別呢我稱之為創新類別 要是你的手頭上有任何的產品是強調它不含次氯酸也不含酒精的 大概十之八九就是屬於這個類別的 那麼值得一提的呢 是幾乎所有的殺菌濕脂菌都是屬於這個類別唷 那麼在講殺菌的原理之前呢 我們必須要先來講解一下病毒跟細菌的結構 很多人都會誤以為呢 殺菌的產品就可以殺病毒 這個其實是錯誤的 首先呢病毒因為並不是一個生物 所以它在結構上跟細菌是有非常多不一樣的地方的 它的尺寸通常只有細菌的大概十分之一 那麼大部分的病毒呢 都會像左邊這個六角形一樣 它是有一個蛋白質的外殼的 但是冠狀病毒跟一般的病毒比較不一樣 它的最外面是一層子雙層 冠狀病毒的這個子雙層呢 跟你的細胞膜還有細菌的細胞膜 其實結構都是類似的 都是由兩層油脂彙集起來 那麼在圖上這些紅色線條呢 稱作核酸就是你的遺傳物質 包括DNA跟RNA都屬於這個類別 如果我們講的非常詳細的話呢 在細菌的外面會有一層這個紫色的硬殼跟邊毛之類的 但是因為跟我們今天的內容比較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忽略不計 好 那麼這個冠狀病毒的圖片呢 我相信大家已經看到非常多次了 這個是我從CNN的網站上面擷取下來的 那麼這個圓形的灰色部分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紫雙層的圓球 那麼上面這些紅色的蛋白質呢 其實非常的重要 我接下來用這個藍色橢圓形來表達這些蛋白質 這些蛋白質呢 可以辨識你細胞上的蛋白質 所以它可以讓病毒降落在你的細胞上 同時融合進你的細胞膜裡面 把它的紅色遺傳物質釋放到你的細胞裡 那這些遺傳物質進入到你的細胞裡之後 就會大量的繁殖 這個就是俗稱的感染的過程 所以這個藍色蛋白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它就像是鑰匙也像是碼頭 如果病毒沒有這些藍色蛋白質的話 它是很難入侵到你的細胞裡面的 那麼這些蛋白質呢 也不只有在冠狀病毒上面有 在我們一般的細胞膜 包括細菌的細胞膜 還有細菌的細胞質裡面也都是有的 好 那麼認識了冠狀病毒跟細菌的結構之後 我們終於要進入到殺菌的原理 首先呢第一個類別呢 是這個養患還原類別 這個類別最常見的呢 就是漂白水、次氯酸、二氧化綠等等各種綠的產品 綠呢其實是一個有各式各樣變化的離子 在漂白水或是次氯酸裡面 它是一個帶正電的 但是它最常見的形態 是在我們食鹽裡面的綠的負離子 那這個聽起來有點太複雜了 實際上你需要理解說 次氯酸或者是漂白水裡面的綠 它會想要變成像食鹽裡面的綠一樣 所以在它進行這個還原的反應過程中 它就可以氧化它周遭幾乎所有的東西 那麼其他還要在這個類別裡面呢 包含各種什麼什麼氧、什麼什麼臭氧 它還是一樣利用氧化還原的原理 但它的效果通常比綠差非常多 因為它的氧化能力並沒有那麼強 然後再來還有另外一種呢 就是什麼什麼點全分 這個類別呢據說效果是非常的好 可是它通常有強烈的毒性 所以一般的家庭是很難買到的 可是如果你家剛好開工廠或開醫院 拿到這些東西的話 要記得這些東西毒性很強 只適合環境消毒不要帶回家隨便亂用 好那我們接下來回到這個結構圖 剛剛有講到這個類別的東西可以非常有效的氧化幾乎所有的東西 特別是蛋白質 所以它可以破壞冠狀病毒最重要的這個藥屎蛋白質 那同時也有研究顯示氧化能力夠強的消毒劑 比方說漂白水 是可以連遺傳物質的核酸都破壞掉的 所以這個類別呢真的是可以一笑雙殺 可以破壞最重要的藥屎蛋白質跟最重要的遺傳物質核酸 好那麼接下來下一個類別呢是這個創新類別 這個創新類別呢它的使用機制跟漂白水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麼這個類別的東西呢有非常多種 你市面上要是看到任何的產品宣稱它不含酒精不含次氯酸 對你的身體啪啪啪啪啪的好的 都是屬於這個類別 但是這個類別殺冠狀病毒的效果其實非常的差 首先先來講一下這個類別的主要成分 絕大部分包含獅子精裡面都是含這個所謂的夸子 這個夸子呢原上就是一個有碳鏈的鞍鹽啦 那因為有各種不同的碳鏈 這個夸子呢也有千千百百種各種不同的東西 所以你要是看到那個成分表上呢 有一個什麼什麼鞍鹽什麼什麼碳什麼什麼有機的 大概十之八九都是屬於這個類別 反正看不懂了大概都是這個夸子就對了 那麼另外一個常見的類別呢 就會說非常的創新的奈米銀離子 也要是看到什麼什麼奈米什麼什麼銀的 大概也都是屬於這個類別 那麼為什麼說這個類別殺冠狀病毒的效果特別的差呢 雖然大部分的研究都還處理在一個假說的階段 但這個類別主要的作用機制 是因為他們絕大部分都帶正離子 這個正離子呢可以干擾子雙層的形成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結構圖 你就會發現一般的病毒是不含子雙層的 所以這個類別是沒有辦法殺病毒的 但是呢它還是可以破壞冠狀病毒跟細菌的子雙層的 那麼因為剛剛說過細菌是一個生物嘛 要是細胞膜破裂它就死掉了 所以這個類別殺菌的效果是非常好 但是有非常多的研究顯示 它殺冠狀病毒的效果非常的差 因為對一個病毒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那個蛋白質那個藥石 還有它的遺傳物質那個紅色的核酸 那這個東西呢完全沒有辦法破壞這兩樣東西 所以它殺冠狀病毒的效果真的明顯的差非常多 比不上漂白水也比不上酒精 好那我們接下來終於要進入到最重要也最常見的 酒精跟薏餅醇了 這個東西的效果呢一樣是有一笑雙殺的 你可能常常聽到有人說酒精可以讓蛋白質脫水 那它實際上呢就是改變了蛋白質的形狀 所以如果病毒的這個藥石形狀改變了 它就沒有辦法再打開人類細胞的任何門了 所以病毒就沒有辦法進到你的身體裡 那另外一個有效的方法呢 是這個酒精或是薏餅醇 它們其實可以干擾子雙層的形成 所以它對於這個細胞膜或是那個子雙層 也是有影響的效果的 一樣跟漂白水有一笑雙殺的效果 所以如果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節痘圖 就會發現因為它可以破壞蛋白質 也可以破壞子雙層 所以它什麼都能殺 病毒冠狀病毒跟細菌都可以殺死 沒有問題 好那麼明白了作用原理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進入到使用方式跟安全性 我在這邊呢 加入了理想的使用濃度 作用時間跟它的安全性 那這個表格看起來非常的大 可是一樣的我們會慢慢慢慢講 所以不要太害怕哈 首先第一個類別是漂白水跟次氯酸 網路上都說呢 你拿回家來要吸吃到1到10% 這個是因為你大部分市面上購入的 漂白水的濃度就比較低了 實際上你的目標呢 是要配成大概500ppm到5000ppm之間 那麼為什麼濃度非常重要呢 真的不是濃度越高越好 首先剛剛有講過嘛 綠離子其實有各式各樣千變萬化的形態 要是濃度太高的話 漂白水很容易產生各式各樣的副產物 而且都是有毒的 特別是很多人為了講究殺菌完全 會把漂白水跟各種不同的殺菌劑一起用 這樣真的很容易產生毒氣 所以如果你要使用漂白水的話 真的就用漂白水就好了 不要再用其他別的東西 那麼漂白水呢 真的是有強烈的腐蝕性刺激性 而且有毒 你聞那個味道呢 應該就知道它是不能夠拿來噴身體的 所以請不要拿漂白水來噴人 有毒有毒真的有毒 漂白水只能夠拿來擦環境 你可以拿來擦地板擦牆壁擦桌子都是可以的 那麼研究顯示呢 漂白水需要殺菌的作用時間 大概需要10分鐘 所以你直接噴完漂白水之後呢 不能立刻擦掉 你要讓漂白水在桌面上保留大概10分鐘的時間 10分鐘過後呢 因為這個東西有強烈的腐蝕性跟刺激性 為了保護你的家具跟你的人身安全 你必須把這些漂白水再從地板上擦掉 所以使用漂白水真的蠻麻煩的 那麼第二個類別呢 是酒精跟薏餅醇 這個類別呢是唯一個類別被認為說 可能馬上噴上去就有效用的 這就是為什麼絕大部分的乾洗手 都是使用酒精作為原料 但是這個類別的濃度呢也非常的重要 你需要它維持大概在70%上下 維持這個濃度呢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如果你的濃度太高 它會揮發的太快 所以它沒有辦法在你物體的表面上停留了太久 效用就遠遠的降低了 第二個原因呢是因為70%的酒精 才能夠有效的滲透到病毒或細菌裡面 所以它可以殺菌殺的比較徹底 有很多研究顯示如果濃度太高的話 病毒容易立刻形成一個保護層 所以酒精就很難滲透進去了 那麼這個東西的安全性呢真的是比較高的 首先呢酒精就是你喝了那個酒 所以除非你對酒精過敏 不然我個人是覺得酒精非常的安全 那麼一柄醇呢如果你喝了它會死的 但是如果你不拿來喝只是拿來噴噴熟的話 原則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可是濃度太高的狀況下 還是容易造成人的暈眩跟嘔吐 所以使用的時候也是要盡量保持通風哦 那麼第三個呢是創新類別 這個類別呢真的是有千千百百種 但絕大部分的研究都顯示 它也是要留在表面大概10分鐘以上 才有明顯的效果的 那麼這個類別最大的好處呢 是很多人會宣稱它持久 比方說你用砂菌濕紙巾擦完桌子之後 你是不用像漂白水那樣 立刻把它擦掉的嘛對不對 那它就會在桌子上呢 留下一個正離子的保護層 那麼這個正離子的保護層呢 就可以持續作用到24小時以上 所以如果呢你是真的希望 有一個比較持久的效果 你可以考慮這個類別 但是要記得這個類別的 砂冠狀病毒的效果 是所有的類別裡面最差最差的 那麼關於安全性呢 這個QUAD或是說細鞍岩這個類別 以前大家都是認為安全的啦 但現在越來越多人的研究顯示呢 它對你的眼睛對你的皮膚 或是你吃進去呢 也是有嚴重的嘔吐刺激反應的 而且呢 因為它的類別千千百百種 研究的資料 又沒有像酒精或漂白水那麼多 所以我個人是持一個比較保留的態度 就是它很有可能有害 那麼關於各種奈米金屬 或是各種奈米銀粒子呢 現在是沒有什麼研究顯示它有害 但是也沒有什麼研究顯示它沒有壞處 而且呢 它本身的殺病毒效果 又遠遠的不如漂白水跟酒精 所以除非我個人對其他東西都過敏 不然我是不會用啦 好 那麼又到我們今天說結論的地方了 簡而言之呢 漂白水可能是所有的裡面 殺冠狀病毒的效果最好的 因為它可以同時攻擊病毒 最重要的鑰匙蛋白質 還有最重要的遺傳物質核酸 所以它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但是它使用起來呢 也非常的危險 很容易產生各種有毒婦產物 所以使用的時候要記得 千萬不可以把漂白水拿來噴人 你只夠拿來噴物體 保留10分鐘之後呢 就要擦掉 那麼實際上安全又有效的呢 其實是酒精 酒精人類已經使用了幾千年了 人類已經喝了幾千年的酒 實際上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不要相信什麼廠商在那邊跟你講說 沒有酒精的比較好 那個藥碼呢 殺菌效果不好 藥碼就是比較毒 有酒精 真的 沒有什麼不好 那最後一個創新類別呢 如果你要拿來殺菌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拿來殺冠狀病毒 效果是大打折扣 安全性呢 也留在一個未知的狀態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希望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 我通常不會拜託你散播這個影片 可是可是 我真的覺得 在這個非常時期 散播正確的知識給大家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有讓你學到東西 麻煩麻煩 轉播給你的親朋好友 拜託大家 不要再用漂白水噴身體 有毒 真的 真的 有毒 那麼漂白水呢 真的不要跟其他的消毒液混用 很容易產生毒氣 毒氣 會有毒氣 好 那麼不知不覺有點太激動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by bwd6